你們是什麼 稍微講話 然後 現在在錄影嗎 對在錄影 你們講一下你們是 我們是阿虎電影小幫手 好 名字介紹一下吧 介紹 你說我們每個人嗎 對對 稍微給你介紹一下 依然 我是依然 我是倚婷 我是姿瑩 我是姿瑩 我是子余 我是俊辰 我是依萱 我是任欣 我是貴然 好 ok 就開始簡報吧 謝謝 好大家好 我們是阿虎電影全能小幫手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小短片 這個影片很短吧 還想繼續看下去對吧 像生活中我們常常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你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小短片 你開完之後你會想要接著看 你心裡就會在想 我想接著看啊 這到底是什麼電影 我真的很想看 那當你要著手去找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片段裡面 一點電影的資訊都沒有 你無從早起 那他永遠都會在你腦海中是一個問號 那我們就想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些人呢 他通常會很喜歡看電影 那他常常會看到一個電影片段 就被吸引 然後想要接著看完整部電影 那他其實因為比較忙沒有空 所以他比較少花時間關注電影的境況 那我們就設計了阿姆 想要幫他解決這樣的問題 然後那阿姆到底能幫你做什麼呢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才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阿姆的圖片跟影片辨識 影片辨識呢 就是你今天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小片段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它上傳給阿姆 然後跟阿姆說我想看這部 但是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電影 那阿姆他就會回答你說 這個這部電影是什麼 然後男主角是誰 那後面我們用的就是 Amazon Recognition 的 Video Analyst 那我們有把剛剛那個片段拿上去辨識了一下 然後就會發現他辨識出來了 裡面影片總共出現九個人 然後其實他裡面有兩個名人 那其中一個這個就是我們的男主角 那接下來是圖片辨識 假設你今天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張照片 你覺得他很帥 或是你想去看看他的 你的電影到底有哪些的時候 你只要把這張圖片上傳到 上傳給阿姆 阿姆就會幫你找說這個是誰 像我們上傳的小老婆到你 阿姆就馬上回答說這個是小老婆到你喔 那我們也有用那個 阿姆說阿姆我想看電影 你幫我做個選擇 阿姆會根據電影的種類啊 阿姆是你想看的內容跟情境 去幫你去幫你推薦你最想看的電影 然後接下來我們用的就是Amazon Lags 那我們有把一些資訊丟進去之後 是試著用了一下 然後就會發現其實 就會看到就是 呃類子會給你選擇那個 會給你選擇種類 然後你也有按鈕你可以自己按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訂票服務這邊 因為你選好 呃選好電影之後 接下來你就要去前往影院去看電影的 那其實現在也沒有一個整合的平台說 讓你馬上找到影院 找到時刻表 然後還有訂票 然後付款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很麻煩的流程 那今天阿姆都可以幫你全部做到 那首先像是這一張圖的話 阿姆會直接幫你定位 然後告訴你說 你最近的影城是哪裡 然後車程是多久 然後如果你決定要去對影城看電影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想看的電影的時刻表賺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輸入你想要的時間啊 然後買的票券 種類跟章數之類 然後接下來就選擇座位 選擇完之後 就是選擇完之後付款成功 你就可以直接去看電影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流程 就是你在找到電影之後呢 阿姆就直接幫你定位 訂票付款 成功之後你就可以開心的去看電影 然後這就是我們 整個阿姆的核心服務 前台的介面在這邊 還有電影種類 可以上傳圖片做辨識 也可以上傳影片做辨識 那在後端這邊 我們用到的是Lex Regonition的那個 名人辨識跟Video Analyst 然後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阿姆 解決你電影 看電影的大小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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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